好 假日的时候呢 很多校园开放啊 让民众可以进去做做运动啊 跑跑步啊 但是新竹呢 却传出了有校园色狼 我们看到的是竹北啊 有一个妹妹 她这个星期间的时候 跟家长到国小的校园里面去运动 结果有一个男的呢 趁着家长没有注意的时候 就骗这个妹妹说 要带她去看小狗啊 想要把她带走 甚至呢想要对她来猥亵 还好大人及时发现了 赶快呼救要追打她 才把这个妹妹给救出来 听到呼救生 七八名大人 跳过铁门冲去抓色狼 没想到还是让她落晃而逃 你去看小狗 你就跟她走了 我爸妈妈不是今天讲过了 妈妈怎么是要找我们 妈妈如果没看到怎么办 妈妈今天如果没看到你们这样子 怎么办 妈妈担心的在现场责骂起来 女同则是被吓到全身发抖 就是用帮忙找小狗这一招 差点就让女同上当 好险在树荫下 陈良的妈妈发现赶紧呼救 才避免一场意外的发生 因为小朋友在玩挡秋千 那背对的那个教室 那我那时候因为一直看小朋友 然后发现有一个男孩子 我发现他的时候是在穿裤子 我一直以为他只是在那边上厕所 可是上完厕所之后 我发现他走到小朋友的正前方 然后应该感觉上是有跟小朋友对话 然后过一会小朋友站起来 就要跟他一起走 根据目击者描述 这名企图猥褻女同的男子 大约20岁 看到女同一个人在玩挡秋千 加上校园侧门没有监视器 利用这个死角 想要对女同伸出魔爪 爸爸心疼的把小女孩搂在怀里安抚 怎样都没想到 原本应该是最安全的校园 却是变态色狼犯案的地点 叫这校园开放 不过安全性确实令人堪忧 中央新闻和目前林立成新竹采访报道